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跟大家講解,會考2007年PAPER1數學 夾2部分第12條的題目 如果你是我的長期聽眾,就麻煩大家來拿一本會考的題目出來 也麻煩大家先去看我這些數,不然一來你不是經過problem solving學習 我講的話,你不會太明白 二來,就算你本身都會做的,你會錯失了,你會發掘你自己優處的地方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條題目 一開始的時候,他就給了兩幅圖 一個是棒形圖,一個是圓形圖 第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K的問題 可以嗎? 他就有說,兩條鑰匙,三條鑰匙,四條鑰匙的人數就是12,17和K 可以嗎? 現在K就會代表四條鑰匙的人數 好了,我們怎樣去找K呢?很簡單 我們知道,看棒形圖了 三條鑰匙就佔了153度 佔了153度,到底有多少人?有17個人 63度就佔了K的人 然後這個圓形圖,四條鑰匙和三條鑰匙 佔的比率是63度比153度 那人就K比17 可以嗎? 然後你知,比我們就可以寫成份數 大家如果有聽過我的話 都會知道我會很茅地把這個未知數 經常會選擇性地放進份子裡 可以嗎? K代表四個人數量 四個人數量over三個人數量的比率 就等於四個人圓形圖的角度63度 比三個人圓形圖的角度153度 可以嗎? 一造成了這個形象之後 左右手乘17就會令到K做主行 即是計算了 K最終答案就是7個人 可以嗎? 由於我們只需要計算K的值 所以這裡是不需要下一個名數 12A就完成了 到12B 12B就反過來問 全班人數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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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了 在360度,即整個批都合起來 一定是代表所有人數 360度就代表所有人數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切了X就是全班人數 可以嗎? 也可以用旁邊的比方法 如果再快一點的話 就是 全班人數 我們在360度裡面佔了157度 就會等於三條鑰匙的人數 可以嗎? X乘於135度 超過360度 就等於17 你要解釋的話 很簡單 你用我旁邊的比方 一樣寫出來 最終 可以嗎? OK 我們計算到 全班有40人 由於今次是問學生人數 所以我們必須寫40人 EVEN 我們設定了 X為全班的總人數 我們必須寫名數 好了 這條題目 12C轉到話題 就是問概率 他就說 我在A班裡面 隨機選出 一名學生 就是擁有一條鑰匙的人數 其實如果你看看題目 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 有一條鑰匙的人數 不過如果我們沿著 物諾 12A、12B 這樣去看 我們是有能力去找回 拿一條鑰匙的學生有多少個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所知的就是 這班學生裡面 有40人 40人裡面不是拿一條鑰匙 是拿兩條 不是兩條是拿三條 不是三條是拿四條 合共就是全部人數 我們知道兩個 三個、四個 扣起來 我就知道 到底40人裡面 有多少人是拿一條鑰匙 可以嗎? 這個計法呢 我現在就顯示給大家看 拿一條鑰匙的人 可以嗎? 最終算是十分之一 大家留意 那個4 over 40 其實就是 這條數概率最直接的定義 的寫法 為什麼? 因為什麼叫概率呢? 概率就是 我們在所有結果裡面 去選擇所需結果 現在所需結果就是一條鑰匙的人 有四個這些人 就是拿一條鑰匙 我們隨便抽中 40個裡面 隨便抽中這四個都會贏 可以嗎? 抽中就是所需結果 所有可能結果就是那四十個人 抽來抽去都那四十個人 你不會有第四十個人 可以嗎? 那我們就說 概率E 就等於事件E的結果 over 所有可能結果 可以嗎? 這次所需結果就是 拿一條鑰匙的人 四 所有結果就是 全班的學生 就是四十人 當然答案 一定不能寫4 over 40 一定要寫1 over 10 以最簡單的形式去表示 12c 這裡都說完了 然後12d 又是一些 透過數理去解答 一些 不太常見的題目問題 他又說 他又給了一個資料給大家 現在就有另一班同學 跟一班同學 即是原先那班 四十人那班 合併了 很有趣 他們所有鑰匙的分佈數量 即是有A班有B班 原先那班我們叫A班 現在那班 新的那班叫B班 那這裡 那些小朋友 他們 擁有鑰匙的數量 是跟 即是B班那些同學 跟A班那些同學 就擁有鑰匙的分佈是一模一樣的 行不行? 即是B班 拿一條鑰匙都是四個 行不行? 兩條鑰匙都是十二個 三條鑰匙都是十七個 四條鑰匙都是七個 這些叫做相同分佈 如果把兩班人合併在一起 就由40人合併到80人 那想問一下 到底之前那兩個圖 需要不需要改 這些就是考你對 統計圖形的 那些數據的演繹 的定義是清不清晰的 圓形圖就一定沒有變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到圓形圖 根本就沒有告訴你真實人數 它只是說分佈 比率分佈 是一個比例性的分佈 行不行? 可以嗎? 所以如果現在雖然說 拿一條鑰匙 由四個人乘以二 就有八個人 行不行? 本來就是4 over 40 現在就是8 over 80 行不行? 那你會看到 其實比率是沒有改變 所以圓形圖 是不需要去改 那些數目 或者什麼 沒有東西需要改動 但是棒形圖就有需要去改動 為什麼呢? 棒形圖 是除了給你看到分佈之外 它是確實告訴你 每一個數據是多少 譬如說拿鎖匙有多少人 在舊的圖裡 拿鎖匙其實 看回那個圖 顯示到是有四人的 如果你有些圖 我們當它準確地畫出來的比例 行不行? 我們可以透過間尺去量度 它的長度 從而知道真實數據 因為如果你有看得清楚 這個棒形圖 它的左手邊是有黑度 就是0,10和20 行不行? 好了 我這樣口說 可能你會 都說Mr.Soul怎麼寫出來 我現在就顯示給你看 怎樣寫 行不行? 圓形圖那裡我就不再講 你可以自己postural video再看 棒形圖那裡我就再講多一次 分佈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人數就增加了 行不行? 而且增加是剛剛好兩倍的 因為乘2 行不行? 兩個A班和B班的數據 完全一樣 所以加起來 每個數據都會乘2 行不行? 行不行 如果你說改 其實我也有個很難的方法 改 你不一定要從頭畫個圖 最簡單的 那個改法就是 將那個黑度 由10和20 那兩個黑度 改成20和40 這樣都可以收工 行不行? 因為分佈沒有變 就是數量增加 數量那裡 我們可以用 數量那裡 我們就依靠黑度去看 我們改了黑度 由於是兩倍 就將黑度 配戴兩倍 就由10、20 改成為20、40 即時就會顯示真實的數量給人 OK? 所以這條題目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有質素的題目 幾好 一來都不是難做 但一寫就真的 你是要習慣動你的腦筋去寫 我Edmondso的Solution 是不是一個unique 很獨特 或者唯一一個答案呢? 那就不是的 有不同的寫法 只要你寫一通就行 其實我很建議同學 平時考試、小測、做功課 如果有一些類型解釋的題目 我很建議同學 就是你盡力努力做 千萬不要不做 第二就是做完之後 你觀賞一下別人怎麼寫 觀賞別人的文筆 第三個就是 可不可以 集幾家之獎 去寫一個更加小的 用更加小的文字 去表達到一些 題目的答案呢? 因為 如果你現在有一種模式去訓練自己的話 到時候你考試的時候 就可以用較小的文字 去回答一些比較抽象的題目 行不行? 其實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你看到我說話都很流暢 但同時間你也看到 我是沒有 預先去寫一些廣告 甚至乎你看看我的PowerPoint 突然間有錯 我要Postural Video去改 這裡沒有東西值得自豪的地方 要突然間改自己寫的東西 可能之前是打錯 或者找人和我打錯了 我這裡想表達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我經常都可以直錄一些影片 每次說 不用廣告都可以這麼順口 其實我是經過這一種的數學訓練 就是 當我做過一些的題目 我講解過一些的題目的時候 我會聽回我的同學的feedback 也會有時候聽一下其他老師 怎樣去講一些的題目 我會比較一下他講用的字數 和我講用的字數 大家用的詞語 表達的方法 怎樣才可以更少 而更有力去講解數學 我是一個老師就負責講解數學 你是一個學生 你應該想一下 怎樣用更少的字 更有力的字 去表達你的數理 去做作答 行不行 都是那句 大家一起努力吧 好 這一條講到這個位置 都要結束了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還有其他你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你想跟我分享的地方 我歡迎你 你可以scan一個email 就是scan了你不懂得做的題目 然後傳你的email給我 又或者你有空跟我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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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數理的東西 我也很開心 OK 多謝大家收聽了 拜拜